这场比赛的转播是由民球平 钟同财 钟教练 以及我蔡米林和我们的转播团队 共同为大家服务 我们这时候一边来回顾一下 双方在前舞局的一些精彩的表现 同时也请钟老师做一个中场的分析 好的 那这场比赛的话 当然先发投球的一个比赛内容是很悬殊了 那我们先谈强纳阵的一个投球的内容 只被打两只安打 但是有十个内野的滚地球的一个出局 所以它可以说是三分之二的一个出局数 是靠内野滚地球 表示它今天的球都能够压低 来制造内野滚地球的一个效果 当然它前面的舞局是完美的没有失分 整个内容也都很优异 也是说明它去年防御力网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内容跟实力 至于郑造尔他今天的投球的一个情况 比较不理想就是 偶尔有一些球会对决的时候 在内角的时候被咬得比较扎实 容易被打出安打 所以在第二局的时候 也是拼一个内角球 被唐造亭打出两分炮 那在第五局的时候 也是球路有偏高的一个情况下 潘武雄的安打 陈庸基的安打 还有邓志伟的中外野的一个三分炮 所以这两支拳内打一口 其实掉了五分 这五分的话也带来了 给LAMIKO的一个反攻的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毕竟统一师队的一个 投手的一个阵容是比较安定的 只要先把他投手能够撑过五局的话 以他牛棚的战力 你要说在这个战力里面 有大分数的一个得分的话 比较困难 所以今天比赛的话 就看这个LAMIKO的打线 在后面四局有没有好的花灰